第294集 晚上九点 车上 一直闭目的方平忽然睁眼道 到哪了 简安室 那快了 过了简安 就到南江境内了 说着 方平打开了车窗 夜风袭来 多了一次冷意 这次去南江 一哭 方平说吧 顿了顿道 在这聊这些没事吧 没事 老臣知道底窟 那就好 方平继续道 底窟的事 在我看来 还不是最重要的 底窟还没有开启 这事不解 反倒是邪教 这才是心腹之话 上次我学南江执行任务 邪教猖獗 居然聚拢了上千五者 这问题要重视 如果南江和魔武联手 首先要做的 就是再次清扫南江邪教徒的问题 张玉强点头道 这个问题 总督也很重视 可现在邪教潜伏的身 方社长也知道 这些人也是寻常人 有些人 甚至在明面上 还有正当身份掩饰 很难彻查 就看用不用心 终归还是有蛛丝马迹的 南江这边出力 魔武也会帮忙 甚至联系一些毕业的师兄师姐 这些人在各地都身居高职 大家联手之下 不下天罗帝王 一群跳梁小丑 还真能藏身到地底啊 说着 方平忽然道 这是在安江高速吗 怎么这么安江 张玉强探头看了看 微微点头 轻声道 是安江高速 晚上人少些正常 方平还是皱眉 想了想 忽然从车窗翻身而出 站在了车顶上 刘老 您在吗 刘老 方平喊了几声 过了片刻 黑暗中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刘破露出现在他跟前 方平仿佛松了口气 小声道 刘老 没有危险吧 没事 我就在后面追着 邪教也没这么大的胆子 那辛苦刘老了 回头 我请您喝酒 刘破露笑了笑 身影再次一跃 消失在黑暗中 方平也翻身回了车内 笑道 自己吓唬自己 没事 刘老在后面跟着 有一位宗师跟着 心里都安心得多 说实话 我现在都不太敢出魔舞 邪教的事一天不解决 一天不太安心 我都想让家人前来魔都了 南疆这边不太安全 方社长多虑了 在南疆 安全是必定有保障的 何况邪教的高品舞者 也不是太多 我们的强者 盯得很严 他们也不敢突然路透 张宇强话音未落 方平忽然爆喝道 跑 声音未落 方平随速从车窗跳出 毫不停留 脚尖登地 一跃而起 转眼消失在原地 车上的张宇强反应也不慢 跳窗便跑 两人刚离开汽车 汽车玻璃忽然爆裂 接着汽车好像成了面团一般 瞬间被挤压成了铁饼 车上的司机未能跑出 甚至早在挤压之时 已经身亡 跑不了 暗空中 一声轻笑声响起 没有丝毫停留 直奔方平而去 后方 刘破鲁刚要现身 身旁有人笑道 刘兄 我们聊聊如何 刘破鲁抱和道 好胆 居然敢出动两大欺品 你们都该死 魔武不好好的经营魔都 你跑去坐着南家 那小东西也张牙舞爪 这次杀了你俩 看魔武还敢不敢出头 黑暗中 一道身影瞬间破空而出 一抹亮光 直袭刘破鲁的头颅 同一时间 方平抱和一声 跳出数十米 面上蹊跷流血 隔着数十米 勉强扛着对方的精神压制 咦 留你不得 半空中 邪教强者轻一一声 显然有些意外 虽然距离挺远 可方平能扛住 他的精神力压制 这就不简单了 大老们 人哪 方平疯狂逃窜 大声抱吼 还有三大强者 人哪 来了 田木的声音远远传来 瞬间功夫 从天而降 隔空一拳 挥向半空中的邪教强者 轰隆 巨响声 不仅仅举在此地响起 陈耀廷也很快踏空而来 哈哈大笑道 王小子 你行啊 居然引出了一位八匹 两位七匹 为了取你狗命 邪教这事 清朝而出啊 已经跑出近千米远的方平 脸色惨白 怒道 邪教的王八蛋 你们等着 啥老子用得着这么多高品吗 哼 一声众哼 响彻天际 方平高估自己了 这次邪教出动一位八匹 两位七匹 方平只是其中之一 另一点 是为了刘破鲁而来 魔武四大宗师 八匹强者张校长已经战死 七匹巅峰的刘破鲁再次陨落 那魔武只能固守魔都 而不再是搅风搅雨 方平觉得 三大高品为他而来 实在是可笑 透边江 田木 陈耀廷 好好好 没想到还是落入了你们的算计 可你们以为赢定了 空中 有邪教强者冷喝一声 精神力瞬间释放 整个天地都仿佛为之一净 杀 一声苍老的沙发声响出天地 远处 半空中的寇边江 仿佛成了金身佛陀 浑身散发出金芒 金芒一闪而逝 瞬移一本 瞬间出现在之前 说话那人的头顶上方 这一边 田木也抱贺一声 金色拳头破空而出 仿佛撕破天幕 映射的黑夜光芒一片 田木 之前追杀方平的那位邪教强者尖叫一声 面前凭空出现一枚盾牌 精神力巨限 而下一刻 远处还在狂奔的方平 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起 田木一拳轰出 如同打中了金属盾牌一般 瞬间将盾牌打得四分五裂 老陈 去帮刘老 押阵的陈耀廷也不犹豫 田木完全压制了对方 倒是刘破鲁那边 被牵制住了 今日斩杀你们三人 我看你们 有多少人可杀 田木狂笑一声 金身光芒大放一彩 映射的周围亮淌一片 与此同时 跑出接近两千米的方平 停下了脚步 骂骂咧咧地咕弄了一声 三大高品强者 还有个八品金身强者 这要不是自己请了两大八品强者来压阵 等死吧 刘破鲁都得死 张定南这次出一把刀 便宜赚大了 这四位强者 几乎可以说都是方平请来的 包括刘破鲁 那也是魔舞的名誉校长 巨响声 响彻天地 此地能量波动强烈 哪怕距离这么远 方平依旧感受到了压力 当看到两团金芒王自己这边飞来 方平顿时大怒 吼道 吼老爷子 别来这 别来 一边吼着 方平一边朝侧方狂奔而去 结果前方却是三大七品强者在交手 打得大地崩裂 十块四箭 方平一咬牙再次转向 朝别的地方跑去 前后七大高品强者 三位金芯强者在交手 此刻 哪怕不参战 方平也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和危机 稍有不慎 被牵连到 那就是死 远处仿佛还有高品的气息升起 方平不知道是邪教增援的人 还是当地的宗师强者 方平不敢逗留 此刻的他恨不得马上逃离这片战斗覆盖区域 这些强者大战起来 可顾不上他这个四品武者 都别跟我一起跑啊 方平一边狂奔 一边低骂 田木和刘破鲁他们都压制住了对手 可顾边将和对方同级 没能压制那位八品强准 两人边打边朝他这边转移 两人虽然在不断交手 方平在全力狂奔 可速度居然没他们快 五鬼弯 你们一鬼弯 你们想干嘛 方平气得想吐息 顾老爷子故意的吧 两大八品交手 我是被擦到了 就得丢半条命 能不能走远点的 建安室 此刻整个建安都听到了来自郊外的轰鸣声 无数人被惊醒 一些距离郊外稍近的居民 甚至可以隐约看到空中的金芒 就在很多人惊呼之际 不少人看到两团金芒朝市区这边移动 后边将放我等离去 否则今于我便屠城 一声爆和 惊动了所有人 屠城 从来只在电视上看到的词汇 第一次清晰地传入建安人的耳中 这是决定强者在交战 邪教武者 很快有人反应了过来 顿时大为惊恐 整座城市都显得有些慌乱起来 正在狂奔的方平 也听到了来自那位八品邪教强者的怒吼声 之前还没察觉 现在一看 果然 对方牵引着寇边疆 往市区而去 而后方的大战 刺客还没结束 八品杀七品 并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哪怕田木此刻正在全力爆发 想斩杀对方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怎么办 后老爷子好像无力牵制啊 这要是到了市区 两位八品强者全力出手 一旦到了市区 那就麻烦大了 建安不是什么大都市 这里的强者也不多 撑死了有几个六品就到顶了 八品强者来袭 哪能防得住 哎呀 我才四品 我也扛不住啊 方平无奈 这关头 我继续无限也没啥用啊 只能指望寇老爷子挡住对方了 就在方平狂奔之际 前方一道人影一闪而逝 方平想都不想 一拳挥出 我 方平拳头没有收回 却是打空了 李老头也不废话 上前提着他的脖子 就身形一动 朝前方飞奔而去 小子 想不想干此大的 李老 您怎么来了 别废话 想不想干此大的 怎么干 寇边疆这老家伙 年老体衰 不重用了 未必可以拦得住对方 邪教猖獗 也和这点有关 因为人多了 我们的人不敢肆意出手 不过算他倒霉 遇到了我李长生 李老头自夸了一句 笑道 你精神力不弱 待会儿借我一用 如何 啊 少废话 待会儿咱俩找个地方 先藏起来 等他们路过咱们上空 你精神力全力爆发 有多强就多强 看老子一剑斩了它 我精神力爆发 你剑 方平还是有些迷茫 不过马上道 行 那就走 李老头抓着方平 速度极快 瞬间出现在 郊区外的一栋楼顶上 落入楼顶 李老头摇看 正在接近的两团金芒 从不佩戴兵器的李长生 此刻腰间佩剑 单手轻拂 低声道 待会儿我说话 你就全力爆发精神力 附着在我的剑上 方平瞄了一眼 他的佩剑 点头道 好 可我精神力不太强 没事 李老头并不在意 方平又道 老师 您才六品 这个 看不起我 没有 可看得起 你也才六品 方平有些担忧 八品交战 李老头一个六品武者来插手 有用吗 老头子当年横扫 无数天交 如今的一些宗师 当年也被我打得跟孙子似的 是是是 方平敷衍了一句 看着越来越近的两团金芒 急切到 咱们的宗师还没来吗 田师兄 怎么还没斩杀对手 没那么快 提前没做安排 知道的人多了 容易泄露消息 对方也不会上钩 李老头随意解释了一句 他这个六品 哪怕被人发现了也无所谓 可宗师级强者 很容易被人发现 此次 方平邀请的两位八品 都是从地窟出来 这才没被发现 闭嘴 做好准备 见方平还想说话 李老头顿时呵斥一声 这小子狗胆真非 这时候居然还有心情问话 国臣 你敢 半空中 后边将言怒吓一声 满脸愤怒 一位童节强者 一心逃窜 要进入市区 他很难将对手牵制在原地 可笑 扣老鬼 你们退走 要不然 我要半成人为我陪葬 找死 扣鞭将怒吓一声 今生璀璨 此刻绝不能妥协 一次妥协 邪教便会有恃无口 每次都如此 邪教根本无法铲除 哪怕 哪怕真的建安被毁一半 这次也要斩杀了对方 只要等田木斩杀对手 或者人类强者来源 武臣 走不了 就在两人边站 边往建安这边迁移之际 下方 李老头轻轻吐了口气 原本只是过来看看 没准备出手 这一剑 他是为地窟强者准备的 没想到这次邪教来了三大强者 还有金身镜强者 既然如此 那也没必要再等了 右手轻轻按住剑柄 下一刻 李老头低喝道 放 方平一直在等着 一瞬间 精神力全部涌出 全部涌入常见之中 方平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也不知道够不够 财富值迅速消耗 不断补充 眨眼间 常见上仿佛被覆盖了一层薄膜 而就在这一刻 李老头头颅以下 泛起金芒 气势冲天 常见之上 瞬间喷涌出一股冲天的剑气 方平的精神力也好像被牵引 和李老头涌入常见内的力量 合二为一 形成一股新的能量 无比强大 方平精神力有感觉 只觉得心计不已 仿佛自己随时会被撕碎 常生剑 空中 和寇边疆交手的强者怒喝一声 与其带着些许愤怒和不解 长生剑早就飞了 可这极具威胁的感觉从何而来 一个废人能对八品金芯有危险 不过下方的气势越来越强烈 自己被寇边疆拖住 他感受到了也无法做什么 就在此刻 远处再次响起一声抱贺 停下 一声抱贺响起 田木仿佛也知道谁在出手 抱贺一声 接着速度飞快 一道金光 闪现在李老头跟前 我来 田木低吼一声 浑身都是血迹 却是不以为意 呵斥了一声 直接冲天而起 杀入战团 半空中 三道金芒 爆发出愈加璀璨的药芒 优优独播剧场上